像我印象超深刻的 我道道的那一天 我老闆问了我一个问题 他的问题是 你觉得马英九、韩国瑜跟蔡英文 他们三个人的优缺点是什么 他问这么尖锐的问题哦 那你怎么回答啊 就在道道的第一天 他就直接问我这个问题 他要先摸清你的想法就对了 他是想要透过这个问题去 你对于人的观察力 还有分析能力以及表达能力 再来就是你的政治立场 他可能也想要知道 我觉得啦 我猜啦 就变成说 你其实要做好这个角色 你需要去回应老板 对于你各式各样的提问 那这些东西是你平常累积 就是说在现在这样子很快速 或者是很素食主义的时代 很多讯息是很片面化 跟不深入的 那你自己有没有对于这件事情 你有一些主观的判断 跟想法跟意见 那你又是能不能够有一些 比较可以表达的出来 或者甚至可以说服别人的一些 说法跟做法 而不是你只是听来的 或者是你看来的 但是其实这些东西的正确性 或者是这些资讯的 到底准确度 你有没有去查证 我觉得这可以是提供 大家一个思考的方向 因为这就是对很多事情 你需要有一些分析能力 跟表达跟判断能力 这个在这个位置上面 是非常重要的 但Ruth你本来就是这样个性的人 还是要透过什么样的方式 去加强这方面的能力呢 应该是说我对于人很充满热情 我刚刚一直在说 就是我喜欢业务的工作 我喜欢跟人聊天 我喜欢听人说故事 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优缺点 跟他都有他们的故事 所以就在这样的基础之下 我很渴望去跟人学习 就是不管是谁 像今天比如Cypher啊 Lara啊 或Sam啊 William 我觉得大家都有各自不同的 成长背景跟故事 可以让人在某种程度上 都会有一些启发 那这些的想法 或者是这些的分享好了 就在你可能往后的某一个时间点 他们就会成为你一个知识的来源 或者是你一个思考的方向 或者是一个逻辑的思路 所以我觉得这是靠长时间的累积 跟你对于很多事情 本来就有自己的一些热情 跟好奇心 跟想要去追求一个卓越 就是不只是想要停留在原地 而是你想要 你看到好像有一个更远大的目标 你想要成长 你不安于现状 你不想要只是这样 像刚Cypher又提过 他不想要只是做一个行政主 他会自己优化他的工作 那我觉得这些就是 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人跟别人不一样 因为现在有太多人是 就是我就是这样 你给我这些工作我就是这样 你给我贴名片的工作 我就是贴名片 我大学毕业 为什么要给我这些贴名片 或者是这些琐事文书 这些我觉得浪费时间的工作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 就是从这些小事情去累积 你对于很多事情的机会 就你连这些小事 如果都做不好 人家怎么可能会把更大的事情交给你 但是如果你这些小事 你都在抱怨 你都只是觉得 唉我的天生我才无路用或什么 我觉得就会限制了自己 很多发展的可能性 我觉得也可以同样举另外一个例子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观察到 其实我们现在在寄信的这件事情 就是包括账单 水电费的账单 这些账单 你会发现大家都会觉得说 那些纸本 但是现在我们慢慢的已经转上线上 但是大家如果再回头去想 那些纸本账单的信封 跟里面的内容 如果你去想的话 其实它里面都有一些巧思 你会发现 常常都会有中间有一个框 所有的地址跟资讯 都是从信封里面的资料透出来 为什么要做这样子的事 这其实是很琐碎很行政的事情 为什么 因为如果回到公司的时候 你把A公司的账单寄给B公司 你把A公司给的价格寄给B公司 那是一件多大的事情 所以曾经我那时候刚到DHL的时候 我就被赋予这样子一个任务 就是说这些运费 每个月都有一堆账单要寄 信封上面有它的地址 信件里面也有它的地址 其实你会发现这两边都是要靠小心 去让这件事情做得很好 就是做得比较不会出事 但是实际上如果工作设计的好 工作就不应该小心 就不需要小心 所以后来大家思考出来 或者我那个时候的提案 最后就是在这个信 跟外面现在我们看到账单的方式 有水电费的账单方式一样 就是有一个透明框会被拉出来 然后我只运用信件里面 账单上面的地址 跟对方的资讯 等于是我只有一套 而不需要信封有一套地址 跟收件人 然后信件里面也是 然后两边要很小心的去做比对 所以这个只是在行政里面 非常小的一件事情 但如果每一件事情 都去做这样子的优化 其实你就会发现 那个整个生产力跟爆发力 整个都会出来的 会省很多时间 而且效率也会提升 这真的是巧思 William 你这个方法很好 大家今天也获得了一个新的方式 去思考我们到底 平常在处理的这些很终于的事情 是不是其实运用一点巧思 可以省很多的时间也提升了效率 然后另外我还有一个点 想跟大家分享的地方是 因为我看到 Luz刚刚提的部分 其实他提的已经是非常进阶 就是说一个幕僚 然后我也看到他在 这个幕僚的工作上面的热忱 那我觉得有一个比较简单的入门方式 可以提供给所有的行政人员 其实刚刚Luz在扮演幕僚跟老板之间的一个 就是说老板跟其他部门主管之间的一个沟通的桥梁 中间这个中介者的角色 其实大家可以去思考 其实这个角色非常的像专案经理 曾经听过一个形容 专案经理其实不是一个 一艘船的船长 所以如果回到那个 大家去想象一下神鬼骑航的画面 一艘船的船长应该是那个总裁 那专案经理是什么角色 就是爬到那个船帆的那个鬼杆上面 最上面拿着望远镜往前面看 前面到底有没有交言 然后前面是不是可以到达一个港口 可以开始去补水补食物 他只是站在上面去让大家把资讯 enline起来 看看前面会有什么问题的人 所以如果大家回到专案管理的一个 范畴里面去看 里面会有很多所谓的沟通管理 跟利益关系人管理 然后怎么样跟我们的赞助 就是这个专案的出资人 去把目标去一致化 那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入门的工具跟手法 其实可以让大家慢慢进阶到 路史刚刚提到的那个境界 就是我们不要把专业这两个字 太局限于自己学习的科系 因为其实在职场上讲专业 其实是你有没有办法 很适当很圆满的把一个问题解决 只要能够解决 真的能够圆满的解决一个问题 那才叫做专业 至于这个专业技能是在会计系学到的 是在气管系学到 是在外文系学到的 它一点都不重要 所以我觉得大家可能要在专业这两个字上面 用不同的角度去审视它 其实我觉得William哥提到专业这件事情 是让我蛮有感的 因为其实我现在去104看 就是同样叫行政人员 然后上面的业务其实有百百种 就如果是以我现在自己的资历回头去看的话 我就会觉得怎么有的写的像总机 有的像美编 有的看起来像财务 然后有的可以像Ruse这样子 是很专业的幕僚 有的我来看其实就是人资 然后他也是写行政 我觉得主要是因为像我们统称行政人员的话 是因为业务零零种种 然后太多小事情绑在一起 像刚刚方唐静有提到说 越小的公司它就有很多越杂的事情 所以老板他其实也不知道去怎么描述这个职权 然后最后就干脆缠在一起 都叫做我要找行政人员 所以我自己在第一份工作的末期 因为我想要转职嘛 所以我出去外面上课的时候 人家会问我说 那你都做什么 然后我就发现 我没有办法一以盖之的 把我做的事情讲出来 因为实在是太混乱了 然后我同时间太多东西 没有办法圈在一起 就算讲了呢 对方也会很难想象 就包括说 可能我们会觉得说 行政人员都只要坐在办公室里面 敲敲电脑啦 然后打打电话 然后窝在办公桌里面 完成一个像影子一样的工作 就是我们不需要去外面 像老板一样去外面 对别人打小声的说话 或者是做一些很严肃的沟通 可是我刚好就想要自己有一个经历 是我们有一年尾牙的主持人 就是我们内部员工嘛 他就临时在尾牙的签一个月 他就离职了 然后离职之后 我们尾牙就没有主持人 然后我是服务委会的秘书 我就在那边打字 然后主管就整个会议看了一圈 他就说 Cypher不然你上吧 其实我是不会害怕上台讲话的人 但是我对主持的工作 那时候我大概出社会三年 我是一点概念都没有 不过我还是很努力的准备 然后最后过关了 那我觉得蛮特别的经验是 经过那一次的累积 我后来自己也培养出一个 我其实可以担任这样子职务的气场 所以就算是转换环境之后 我到庄人之所 我去找学校打工 他们也愿意让我去EMBA的场合 做私仪 或是在一些重要的礼仪上做私仪 然后我在到华太电子之后 也当过股东会和尾牙的私仪 或者是大大小小的主持活动 我自己觉得在专业这个方面 很受到肯定的是 我同事曾经跟我说 他说不管是什么燃眉之急的 或者是很重大的场合 如果主持人是Cypher的话 我就会很放心 因为我就可以去关注别的事情 然后主持台Cypher会帮我顾好 那这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专业 带给我的信任 所以我也会觉得说 像我毕业那一年 刚好流行一部偶像剧 叫命中注定我爱你 然后它创造了一个流行语 叫便利贴女孩 我觉得某种程度 我自己在刚加入社会的时候 这个便利贴女孩的词汇 也建立了我对行政职的 这个刻板印象 可能就是像刚讲的说 做行政的人要乖要听话 然后别人说什么就做什么 不要去反抗 那实际从事行政职 其实我要给 像有兴趣进来听的人 可能有些人就已经正在 从事行政职 那我会觉得说 没有主动思考的话 会感觉自己一直 在从事低价值感的工作 而且老是像是被牵着鼻子走 所以我会鼓励大家说 努力的想想看自己还有什么地方 可以再去改进这个工作 或者是优化这个流程 才不会可能看到过去的人 是因为刻苦耐劳被升迁 然后自己要过很刻苦耐劳的方式 来工作 绝对不需要这样 Cypher不好意思 我想要请教一下 就是因为像你刚刚有说 你的行政类型的工作 有时候他其实涵盖的面向蛮广的 而且他可能是蛮突发的事件 而且像您刚有讲到就是 你一开始也会有这个便利天女孩 相关的一些印象 然后还有影响在你在这个从业方面 我想问一下 就是如果我是一个行政类的工作人员 或者是我也许我现在是限职 我想要转职 我要怎么样去量化我过去的所学经验 因为其实今天我听这几位前辈分享一下 你们好像蛮常会遇到是比较像是 某件事你怎么样去解决 或者是你是用你的比较是软实力 例如你会查研官社 或者是你比较贴心 或者是你比较会 替公司节省成本等等 那这种东西的话 我如果想要转职的时候 我要怎么样把它量化 呈现在我的履历表上 或者是我在跟人家讨论新工作的时候 我要怎么样去展现出我自己的优势呢 其实我觉得Sam这个问题问的很 很有深度 就是其实行政类的工作 特别是我们人资的工作 也会常常被反映说很难量化 我反而会换一个角度去思考说 如果有得量化的 比如说你因为一个改变 节省了什么成本 或是节省了多少公时 这些都是可以拿出来讨论的 比如说我曾经有一个经验是 主管他告诉我说 我们再过一个半月要印考核表了 我们考核表是值本的 他就我们公司250个人 他就丢250个档案给我 他告诉我说你就一张一张进去改 那这个半月你就慢慢花时间 就找个时间去一张一张改 那一开始的时候我真的傻傻的就这样子照他的老方法 那后来我想到我未来还要再做这件事情 再做一次我其实是蛮崩溃的 所以就自己上网去找一些合并列印相关的学习 后来本来可能他要留一个半月来做的事情 我大概两个小时就当天要发考核表 当天就可以做完 我觉得像这样子的案例是很容易可以量化的 但是很多时候其他的比如说 为什么我会对这个旧的流程感到质疑 或者是为什么我不觉得过去人资经历都这样子一张一张改 我为什么不按照他的方法 对于这样子的mindset 我觉得是比量化更珍贵的 就是你怎么样在对别人阐述你的工作价值的时候 你能够讲出你是因为什么样的条件下面 有什么样子的考量 然后做了什么样子的决定 然后产生什么样的结果 有这样子的一个脉络可以让别人去读你的思路 让他感觉到你是一个够成熟的工作者 而且你的思考是很全方面的 而不是我们会一直很想要去挤出一个数字 来端给别人看 但是这个数字它可能本身是没有比较值的 不知道这样有没有回答到你的问题 我觉得有 虽然说我自己不是行政类的工作 不过我觉得我应该可以偷偷学起来 之后学履历表比较会 我觉得我想要回应一个问题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 因为行政人员其实跟主管 每一年还是会有所谓的考基的一个审核 那像我现在在带我的同事的时候 原则上我会给他几个目标 那也是几个专案 举例来说像信件登记这件事情 我要登记到卓系 我要做哪一些风险控管 是供应商来请了账单 我掉了 所以后来没有付钱 那对我们风险很大吗 还是说我们会 还是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所以所有的控管 所有的流程都有成本 我会去跟他一起去思考 怎么样去让他把routine的工作 可以再进一步简化 然后把他的时间 大部分放在能够替公司产生价值的部分 举例来说 办公室的房租 办公室的合约要重新谈判 他有没有办法透过这个谈判 让房东不涨价 把钱省下来 或者是说某一些采购的流程 他有没有办法进一步的简化 让同事得到更好的服务 所以我觉得我不会 从太从事的观点 有时候要多带入人的观点 那我会建议大家 其实可以到YouTube上面 去找一段影片 就是大陆有一个 就是专门在说书的一个演讲家 就是那个得到的罗胖 他在今年初的那个 逻辑思维吗 对 没错 罗胖的逻辑思维 他每一年年初的时候 都会有一个跨年演讲 那今年在谈的部分 大概在一个小时 20分钟的地方 他有谈到一个概念很好 大家可以去找 就是要替人负责 不要替事负责 只有替人负责提供出来的价值 它是没有上限的 所以行政人员不要觉得 只把自己手边的事情做好 而是回头去看 他替同事的工作 增加了多少的附加价值 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 你会发现发挥的空间是没有上限的 我是想要echo 那个对别人产生价值的部分 我觉得有的时候 像我就会一直跟职丫症疗室的伙伴说 不要觉得行政工作可能有一点妄自菲薄 因为我们有的时候 我们作为行政的工作 其实可能对别人来说是蛮困难的事情 就是我们还会当主管的技术指导 因为有的主管可能他的年资比较深 然后他过去累积的资历 并不是在你所擅长的专业上面 然后他对于新的工具 可能在适应性上面也比较没有那么快 所以反而我们会很常接到主管来电说 诶那个Cypher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这个Word哪一个按钮到底在哪里啊 然后你就要隔空教学 跟他说好你现在帮我找到检视 检视的底下有一个什么按钮 看到了吗看到了吗 就是类似像这样子的事情 有时候会觉得说 这真的好琐碎哦 为什么主管会有缺漏这些知识的时候呢 不过像这种我觉得就是机会成本吧 所以我们其实在公司里面 在组织里面 行政人员跟幕僚人员 或是跟管理职的人员 是一个很紧密的分工 就是大家都负责自己专业的事情 像这些事情是平常不会想起来 但是一旦有人交流跟讨论的时候 就会发现那些走过来的路都很有趣 你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那些十八般武艺啊 以你接触到的大概是哪一些呢 如果是以非典型的状态来说的话 我自己进滑胎电子 第一个要做的非典型的文书 就是影片型的PPT 就是我们要收集很多素材 然后做影片 可是我们不是用剪辑软体 我们是用PPT 那我就会自己去开发很多 不同的转场效果 是Power Director里面没有的 然后我们可能本来是 就是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发表会 就是大概每次都是一百多个人要指本投票 我们就自己去把它改成电子投票 那电子投票后台怎么写呢 我们用Google的云端的Google Sheet 去写一个即时反应的平台 就是大家把资料汇进去 然后我们用公式转换之后 即时算出一个结果 那这个中间我们的 其实克服蛮多技术障碍 都是我们人资自己写 都没有去委托MIS或是其他的单位 那Saffer我想好奇问一下 因为听起来其实行政类的工作 或者是这种幕僚啊 我今天听起来其实很常是包山包海啦 我想要偷偷问一下就是 老板们给你们的薪水 有比较反应在你们的工作量上面呢 还是因为主要是也想替一下还没加入行政 这个类型的工作的朋友们来问一下 就这个薪水的状况大概是怎么样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其实从104人力银行的薪资情报上面来看啊 如果是新鲜人的话 新鲜人的入行点 第一名起薪最高的是财务分析类的工作 菜鸟的起薪有4万2 那第二名呢就是储备干部 有3万5 那第三名是人资有3万3 这个是新鲜人的部分 好那假设呢 你在这个职场上面呢 5年以上已经开始变成主管的话 那哪些行政类的主管呢 薪水是比较高的 我们这边看到了 第一名就是经营管理的主管 如果你已经是主管级的 那行政管理主管的平均月薪有7万1 那第二名呢就是财务会计主管 平均月薪呢有6万9 第三名呢是人力资源主管 平均月薪呢有6万4 这个是我们104有做的一个薪资调查 那当然我们这个调查呢 是不分产业也不分南北 就是全台湾 对那也想要请教一下 就是在座的各位 你们你们曾经听过遇过 或是你们自己本人 有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 很棒的薪资的顶峰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好因为我自己的本行 就是从财务分析出来 我大概做了18年 我可以就这一块去跟大家 稍微分享一下 也就是财务分析在 所谓的财经系或者是会计系 出来会很夯的原因是 因为这个职缺 它其实跟刚刚我们提到的 行政类这样子的一个角度 其实是很近的 它很需要18万5万 因为分析的数字面来说 它不复杂 但是分析的成因跟解决问题 是复杂的 意思就是我们回来讲一个问题 公司的获利目标100块 这个月只赚了98块 老板接下来来问的是 这两块我要怎么出来 我应该要多拿订单 我应该要调高客户的价格 我应该要省水省电 或者是说想办法少用一点纸 或者是有其他的方式 我应该砍一个人 到底我怎么样做 可以对组织伤害最小的情况之下 把那两块钱省出来 所以财务分析的人 他除了要分析 他还要有能力去解决问题 刚刚讲的是 如果立即性透过砍资源的方式 可以解决 那当然很容易 但如果我们先去思考 如果今天它的变动性是大的 不是只有砍资源来看 它可能会变成 专案管理的能力 持续改善 包括六标准差的能力要进来 接下来优化流程完之后 让它变成SOP 平管ISO9000的能力要进来 所以这一些零零种种组合出来 才会变成是一个solution 一个解决方案 解决方案是一个结果 其实在组织里面的能见度 跟绩效上面的能见度 是非常高的 所以如果回到财务分析 连接到刚刚讲的财务主管 大家如果仔细去看 其实大部分的公司的财务长 他会从财务分析经理拉上来 因为他很贴近经营决策的需求 也懂会计的账务处理原则 还有系统跟营运作业 比较少会是从会计经理 这样子的位置往上拉 原因是我们不管今天账务怎么处理 还是必须去贴近经营上的需要 给予必要的资源 所以这个职业路径 大概是这样子该走的 好那我也谢谢威廉哥的分享 那我也大概讲一下 就是以我自己的 刚刚的问题是最顶端薪水有多高吗 那我自己身边幕僚的朋友 或者是一直以来的经验 就是其实年薪百万的蛮多的 好几百的也非常多 也就是说大家 就是专业的背景 跟这个幕僚的位置 我觉得是他的发展跟他的前景是 在薪水上我觉得是蛮可以期待的啦 但我反倒建议就是新鲜人 不用这么在意一开始 可能30岁以前或者是35岁以前的这些薪水 因为比较重要的是你现在所学习到的 跟后面可以累积到的是什么 以至于你可以再往更好的职业发展 我讲一个我自己求职的一个经验好了 就是在讲秘书跟特职 有一些差异啦 就是我刚好去年转职嘛 所以那时候在面试一个上市公司的时候 也是经过了非常多轮 最后剩下来到面试的这一关 有三个人 那我是特助背景 另外两位是秘书背景 一位四十几岁 一位三十几岁 那他们两位都是专职做秘书 一个是科技业 一个是饭店业 我们那时候因为 这家上市公司蛮特别的 就是在我们去面试的时候 要我们写一篇作文 所以我们有非常多的时间可以一起 就是有非常多的时间 待在那个公司里考试啦 比试 然后我就跟他们聊天 那我在聊天的过程当中 我就后来就问到说 那你们上面写的起薪 我写你们开多少这样 就是我也会 我当然讲自己的 但是我想先问他们的这样 我说你们先讲 然后我会讲我的 那个科技业的秘书就说 他因为大概才五年经验 所以他薪水大概开三万五四万这样 然后另外一位就是因为是饭店业 然后也有十多年经验 所以他是开到五万 但他后面补了一句说 我不确定他们给不给的到这个薪水 因为他这个位置是一个高阶总经理的秘书 那我当时就分享我自己的 我在上面写的起薪其实就是他们的两倍 然后所以我就跟他们说 那所以感觉上他们好像要找秘书的话 可能薪水上跟我的想法跟落差 在电话里跟人的这个过程 其实就有一个蛮大的差异 那反而让我自己就抱持着一个 蛮轻松的心情去面对后面的面试 那这个面试呢就是非常的长 他是一个人一个人进去 然后一次面对六七个主管这样 然后我是最后一个 所以等我进去面试的时候 因为我是最后一个嘛 所以我也跟他们说 刚刚在面试的时候 其实我们有聊了一下 发现刚刚两位应征者的经历 跟我其实有些不同 那我也想请教一下 就是这个位置是不是公司有一些预算的考量 因为我知道我的薪水上面写的 跟两位有一个还蛮大的差距 那想不到主管给我的回馈是 他们其实是没有所谓的预算 就是当他们在考量这个位置的时候 他们看的是 你能不能够进来这个组织帮忙 我解决一些我现在的问题 或者是你的应对 或者是他问的一些问题 他们的想法观念跟你自己是不是一致 所以这反倒是我另外一个蛮好的经验 因为我后来拿到那个offer 所以我觉得秘书跟特助 在选择上跟职位上的差异 我觉得还是大家可能在选择的时候 要留意一下 因为大部分的公司对于秘书或是特助 他们不一定有这么清楚的分级 或者是他们可能就觉得 特助可能就是助理啊或者是什么 那助理特助秘书的薪水 其实又有一个很大的落差 这是我的分享 对对对 其实我是想说因为刚刚同样是 问到这个含金量的部分 然后我刚听到人资名列前茅 其实我蛮开心的 跟你所感受到或是你看到的是差不多的吗 其实我还是回归现实面来说 就是不管是不是行政职的工作 在我们人资的观点来看的话 薪资的水位除了公司的分配原则之外 真的还是要看个人的能耐 我如果是分享我自己的经验 当然我没有到Ruth那样子的这个核心圈 但我自己在从小的公司离开 然后再求学 在第二次求职的时候 我其实开了一个比之前高蛮多的期待薪资 因为我第一次进职场的时候 其实只要给我offer我就很开心了 然后大概五年都没有异动过任何的待遇 所以我在毕业之后我重新评估说 我觉得我应该值这个价格 所以我就跟新的这些让我去面谈的公司提出来说 这是我现在的待遇 但是我也不会把我过去的待遇附上去 我大概去了八间 有四间问我说 我觉得你这个差蛮多的 可以告诉我为什么吗 然后我有跟他们说 我可能有一些经历是 我觉得很能够帮助到贵公司的 然后也可能可以让你们做一些参考的故事 其实这四间后来都有发offer给我 然后其另外有一些公司并没有去看我过去的薪资 他直接看完我的资历之后 然后看完我期待的薪资 他就说 It's pretty fair 就是并没有多做一些其他的疑虑 所以我觉得展现出自己的价值 在做相应的争取上面是有必要的 至于如果是想要到最高等级的话 我自己亲身遇见过的一个人是 我在好几年之前有机会访问一个秘书 然后这位秘书他是在 他是财务背景 可是他进公司的时候是做行政的 后来他就是因为一些业务的关系 他又去念EMBA来补强自己 然后我们在真正访问到他的时候 他正在念资工的博士班 然后在导一个非常大的专案 那其实他跟Ruce一样在公司里面 是蛮有话语权的 就是他讲出来的东西是 对政策可能是有影响力 或是他会主导某个科技导入的专案 那不是因为他去跌学历 而是因为他做出来的口碑 那我们当然也不得知他的薪资 水位到哪里 我必须老实这样说 可是他是分红圈里面的人 也就是说每次乡民说 对不起我拉低平均的时候 他就是那个在公司里面 不停拉高平均的那一群人 所以我觉得就是还是看 自己到底在什么样的机会下 有没有把握充实自己 到相应的那个水位 以及你有没有去跳跃的那个动作 我想要Echo Cypher刚刚的分享 因为他刚提到了一个 我觉得蛮关键的点 就是你自己的价值 跟你自己对于薪资上的需求 是需要靠自己去争取的 因为我觉得现在普遍 大家都讲台湾低薪嘛 但是我不觉得这完全是劳方的责任 就我觉得劳资双方可能都要负一点责任 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太多同事也好 或者是就是台湾 我觉得台湾人很好的是薪很善良 然后也很谦卑很谦逊 可是对于薪资这方面 他们不太容易去争取 或者是觉得 我应该要让自己多学什么 以至于我可以再达到更好的目标 就是对于自己薪资上的设定 不一定这么的有方向 导致他们可能会长期待在一个企业里 虽然企业都没有可能少量的 每一年有一固定调薪 但是当他讲到自己的薪水的时候 他还是不满意 他可能毕业了10年或者是15年 但他薪水还是很低的状态 可是一部分原因是因为 他其实没有去好好的跟主管谈他的薪水 那他应该要要求主管给予他什么样子的薪资 然后他可以达成什么样的目标 我觉得这是可以就是争取而来的 他反倒不是单方面就是主管看到你的努力 然后资方我就自己给你加薪水调醒 当然这样有 但是我觉得不多啦 可是自己去争取 我觉得自己拿出真的成绩跟成果跟目标 我觉得是一个方向 对像今天几位的giver 其实你们已经是有点算 挤押有累积一定的经验了 然后也都被各自的主管给中用了 那你们可能已经不太符合我们一般人所接触到的那种基层 或者是一般的行政人员 我想要请教的是说 比如说像近期的疫情的关系 会造成许多公司的人力紧缩 那包含我自己过去的工作经验 我待的公司其实有蛮多比较数物类型 行政类型的工作 渐渐都是给约聘级或者是人力派遣 甚至是公读生息息生等等的角色来取代掉了 那我想请问今天的giver是 如果行政类型的工作 包含可能未来会有AI 可以解决掉一些数物类型的工作 我们如果我是一个行政职的人 我应该要怎么样去培养我的不可取代性呢 就怎么样去避免我的工作 很容易就被别人给抢走了 我自己有一个比较逆风的看法耶 就是我过去也会觉得说 越简单的工作越容易被AI取代 但是我现在反而有不一样的观点 我觉得有些工作可能会简单到 AI还来不及取代 AI其实是有成本的 它需要去训练 它要去写演算法 所以如果今天公司要做AI的时候 它一定会先看它生产的瓶颈站在哪里 然后先在那里做有意义的AI 所以有一些数物工作或者是它很需要 它只是需要人重复的 比如说寄信好了 它就是需要有人去跑邮局 如果还是觉得说未来想要往上前进 然后很担心说 不管是AI还是其他的自动化的辅助 会影响到自己的就业机会的话 就是先了解自己手上的流程 当你变成手上流程的专家 而且你了解每一个来龙去脉跟它的历史脉络的时候 当有一天有人要导系统 你可以说出当初这件事情为什么要存在 那它的存费其实有可能是你说了算 甚至整个导系统的人都必须要去请教这个专家来做顾问 因为如果没有一个完整的流程 这个系统最后就会很难让user上手 所以如果在还有缓冲期的阶段 我觉得大家专注于自己的本业 然后真正了解每一件事物的意涵 以及开发自己对其他的项目的专长 我个人都是觉得很推荐可以去再进修或是充实自己的方向 我跟你的想法其实蛮类似的 我也觉得短期之内如果AI要取代一般事物的行政工作人员 应该没有那么快 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任何只要还要用到人脑思考的工作 短期之内应该都不太容易被直接取代 就像我刚刚说的幕僚其实就是老板另外一个脑袋 那有很多的行政工作其实也是需要靠一些逻辑判断 然后去看怎么样可以让一些事情做起来更符合当下 或者是符合这个企业的文化或者是流程 有人的场域我觉得变动性就很大 会激发出来的很多的工作可能 或者是工作上面的需要 我觉得也变得很多元 或许很简单的一些事情重复性高 不需要思考的工作被机器人取代 或许是一个不错的事情 但同样的就变成说 自己在更多需要用脑袋刮去帮忙公司解决的事物上 就需要更花一些心思去累积这样的经验 才能够让自己不被取代 到一个很关键的点就是有人的地方 因为其实AI它并不是我们电影上面看到已经很成熟的AI 它已经可以百分之百的自我思考 其实它还是靠我们去喂养的数据 所以它就像现在很多人会说AI偏物 其实它就像我们养的小孩一样 所以在这个变动中其实它要真的具有这种弹性的思维 或者是能够具有这种温度去处理不同的情境下的问题 其实我们可能过去对于这件事情的看法都太乐观了 所以这是我的补充 我是William 我来补充一下数据面的部分 因为我自己导过RPA 就Robotic Process Automation 也就是机器人的流程自动化 这个会蛮影响到行政类的工作 是没有错 但是它里面是有三个步骤叫简化优化自动化 简化跟优化其实都非常需要人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个我蛮echo那个Cypher跟Luz刚刚提到的部分 就是我们现在看的角度叫大量重复 其实就是从我们自己 但是你们可以去思考 一间公司其实不会有多少个行政的位置 也就是这个大量其实是不存在的 反而在业务助理就是处理订单的部分 那个才叫大量 或者是在工厂的生产作业 那种才会是一个大量 其实行政的大量重复并没有到这个规模 那补充一下数据的部分 一支机器人自动化的程式 从流程设计到整个做完上限 大概前期的投资大概要70万 这个机器人让它每天在公司工作 虽然它可以不用请假 不用给劳健保 是没有错 但这个license fee大概也在50万上下一年 所以基本上最基层最基层的行政工作 是不太可能被这个AI去取代 但如果我们身为行政人员 我有能力去把一般的流程简化 自动化 让我自己在这方面的工作减少 其实你就有机会去更前端替人服务 包括我刚刚提到的采购 包括所谓的溢价 机器人绝对没办法做采购溢价 所以替人服务的工作永远不会消失 这个部分是大家可以慢慢的去转进的一个方向 那如果今天有人想要加入行政类的职缺 你们面试的时候会看哪些点呢 可不可以给大家一些建议呢 那我先分享好了 如果是我在面试行政类的人员 或者是相关幕僚的工作的话 我可能会问几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他针对现有的行政工作内容 有没有优化 或者是提出不同做法的经验 因为诚如刚刚很多位Giver提到的分享 其实他们之所以能够把工作做得好 或者是甚至有一些想法 都是在于他们在这些小细节上 他们提出了一些疑问 这些疑问不包含是同人 甚至可能是主管 像Cypher有提到的印那个烤机烤盒表的那个例子嘛 就是主管都交代你这样做 但是你对于这个这样子的指令 你有所怀疑 或者是你想到更好的方式来解决 我觉得这个是我一定会问的 然后再来就是你有没有提出一个专案 并且把它执行到完成的经验 然后再来是在过去的职业当中 你觉得最成功跟最失败的经历为何 我觉得问这些问题是因为我想要了解 他们每一段经历当中 他们所学什么 因为就算是失败 但是怕是怕没学到该学的功课 所以失败并不要怕失败 我觉得失败反而是好事 让自己有机会去检讨自己 然后从中发现一些可能更好的做事方式 或者是沟通技巧 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自信跟勇气 也就是它的表达跟它的 因为很多时候它需要 就是代替主管去沟通很多事情嘛 所以我觉得自信跟勇气 也会是我评量的一个标准 要试着换位思考 站在劳资双方的立场 才能够达到这个职位 我觉得一个最圆满的一个成果这样 那我这边就根据方法论的部分 来帮繁育座补充好了 就是我觉得如果你今天的命题是说 怎么样让老板觉得 你是他想要用高薪聘用的行政的人才 可能可以先自己先准备几个 问自己的问题 就是第一个是你理想中的工作环境 长的是什么样子 你有没有预设过 或者是你曾经碰过最艰困的事件 其实面试官不一定会照这样子问 但是你去反思自己过去的经历 对你在争取一个offer 特别是要让老板觉得 你纸上看到的更有价值的时候 这些故事对你来说会有很大的帮助 因为有些人会把成果想象成是一个 很大很具体的东西才敢端出来 有一些可能新鲜人的taker 他们会有一种比较 用比较极油的方式在写履历 就会觉得说 我是不是一定要担任过什么 社团的很重要的干部 然后有过非常多的丰富的学校的生活 才能够让主管觉得说 我是一个人才 或是我是一个能够担任大事的人 但是在我们来看并不见得 有时候不一定要担任过专案的leader 他就是作为一个member 他也有推动整件事情 往前的那个角色 我觉得在展现自己的价值的时候 重点是你能够说出 自己在那个事件里面具体贡献了什么 这点很重要 然后再来就是 你能不能够传达你做每一件事情的脉络 就是当你碰到艰困的事情的时候 你是用什么样的逻辑跟思维去处理它 你把它用很流畅的故事讲出来的时候 面试官就有机会可以去具象化你的形式风格 那你有没有学习成长的能力 然后让他可以投射到你未来实际工作的景象 它会去对应到 你可能在他心目中的某一个高度 那我会觉得说 不需要一定要把自己讲到100分 就是不卑不亢的表达真实的自己就好 所以回头还是要来回来问说 那你想要是什么样的工作 以及你碰到事情是怎么样解决 所以如果你能够想透这两个问题 然后再搭配刚刚Ruth所提到的那些特征的话 就还是有机会在外面去争取到 更符合你的期待的条件 今天呢跟几位giver对谈下来 听了各位精彩的职业分享 原来呢行政类的职缺早已不是便利天女孩 而是一份需要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的工作 而且啊行政类的工作可能会很琐碎很杂 但是靠的绝对是脑 要如何用脑来高效率的处理事情去解决问题呢 我们今天在Ruth Cypher跟William身上呢 都获得不少启发 所以呢再次谢谢各位今天的分享 也谢谢Sam和凡玉的参与哦 如果你喜欢今天这一集的内容 别忘了到Apple Podcast 帮我们打新评分和留言 假如你有更多问题想要问 欢迎到职业诊所来发问哦 我们每周都会更新 欢迎你投稿想听的主题给我们 投稿连结在节目资讯栏里 请订阅Podcast频道和追踪我们的IG 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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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